全能神话语朗诵 关于追求真理 怎样追求真理 十 怎么衡量一个人在婚姻中能否尽到责任 刚才交通了两方面标准 记没记住 这两方面都涉及到人性的品质 一方面看他尽本分是不是认真负责 能否维护教会工作神家利益 有些人从外表你也可能看不透他 他可能为了追求地位 或者在有地位的时候尽本分 也能维护教会工作 但是他如果没地位了会怎样呢 你还没看清楚 这时你没法对他做出准确的判断 但是当你看到他失去地位之后 撒泼打滚骂神 这时候你对他就有分辩了 哎呀 这家伙一点敬畏神的心都没有 幸亏他显行得及时 他要是不显行 我就选择他当结婚对象了 你看 你看另一条则偶标准 有没有敬畏神的心也很关键 你根据这条标准 看人衡量人 就把你从婚姻的梦眼里救出来了 这两条则偶标准 重不重要 明白了吗 你看 有的女人特别拜金 跟男人谈恋爱的时候 表现得很温柔 很懂事 男人就觉得 这个女人真可爱 像小鸟一样 成天依偎在我身边 跟我如交似漆的 完全满足了一个男人 对女人的梦想和追求 男人就需要这样的女人 说话温柔 依靠男人 让男人可有存在感了 有这样的女人 依恋着 陪伴着 那生活可幸福了 结果结婚之后一看 这女人信神 也不好好追求真理 一说尽本分 她总说没空 总找理由 总说累 不愿意吃苦 在家也不做饭 不收拾屋子 还总看电视 看到谁买什么名牌包了 谁家住上豪宅了 又买好车了 就说人家那男人有本事 她平时花钱也大手大脚 一到金店 首饰店 奢侈品店 就总想花钱 总想买好东西 你就不理解 原来她挺可爱的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一个女人呢 你看 变了吧 原来她跟你谈恋爱的时候 也能尽本分 也能吃那么一点苦 但那都是表面现象 结了婚就不是这样了 她看你不能满足她的物质需求 她就埋怨你 你咋不出去挣钱呢 你信神尽本分有啥用啊 信神能当饭吃啊 信神能发大财啊 不信的话都说出来了 这个女人是不是真信的 她从来不想尽本分 心里也没有信神追求真理 追求蒙拯救这些事 最后大逆不道的话也说出来了 丝毫没有敬畏神的心 那这个女人心里想的都是什么 都是金钱肉体享受 就是这些 这是个拜金的东西 是属世界的 你要是把她娶到家 她拦阻你信神 鼓动你放弃本分追求世界 你怎么办 你还想追求真理 想蒙拯救 但你随从她 你就不能蒙拯救 你要是不随从她 她就跟你闹 跟你离婚 离婚之后 你自己单过没有伴了 你能胜过去吗 如果一直没伴倒也行 但现在有伴好几年了 也习惯两个人的生活了 冷不丁离婚了 没伴了 你能胜过去吗 不好胜过去 是吧 无论从哪方面 是生活需求 还是情感需要 精神世界 你都胜不过去 你的生活 从原来那个方式 变成另一个方式了 那你原有的生活规律 生活节奏 生活方式 就被彻底地搅乱了 这场婚姻怎么样 给你带来的是什么 是幸福还是灾难 是灾难 所以如果你不会看人 你衡量人没有准确的原则 没有神话语做根据 那你尽量别随便谈恋爱 也尽量不要有谈恋爱 结婚 走入婚姻这样的念头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 得着真理 得着真理了 你就能胜过去 但在你没明白真理 没得着真理之前 试探对你来说 永远是试探 永远是危险的 更何况 对你们来说 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你们不会看人 你们看不透人的实质 这是最致命的一个问题 你们只会看什么 男人只会看这个女人 长得漂不漂亮 尚没上过大学 家里有没有钱 会不会打扮 懂不懂浪漫 有没有情调 更细节地会了解一下 她是不是贤妻良母 将来能不能教育好子女 会不会持家过日子 顶多会看这些 女人看男人什么呢 这个男人懂不懂得浪漫 有没有本事 过日子能不能发家致富 是穷命还是负命 在世界上混 有没有手腕 再好一点地 看这个男人 能不能吃苦 过日子能不能当好家 跟着他 能不能吃好的 穿好的 他的家庭背景怎么样 家境是否英识 家里有没有房 有没有车 有没有企业 是经商的 还是农民工人 他家现在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他父母有没有给他 预备结婚的钱 顶多了解这些 对于他本人的人性实质怎么样 他对于信神这条道路的 选择会是怎样的 你们能不能看透 更具体地说 这个人能不能走敌基督的道路 是不是恶人 从他的人性品质里所流露的 所表现的综合来看 他这个人是追求真理的人 还是厌烦真理的人 他能不能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 能不能蒙拯救 你跟他结婚 能不能扶起双双进国度 你看不透 是吧 有些人说了 为什么非得看透啊 世上结婚的人多了 那他们也没看透啊 那他们也没看透啊 不也照样过日子吗 很多人都没有看透结婚这事 如果遇上好人 正经过日子的人 能过一辈子 没有什么大风大浪 大起大落 也没受什么大苦 这算是好的生活 好的婚姻 但有些人看不透人 只注重人的长相地位 被人忽悠了 结婚后才发现 对方是个恶人魔鬼 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那是度日如年呢 女人是常常以泪洗面 男人也被骗 被坑害得不浅 结果过几年后就离婚了 有的夫妻孩子三四岁 或是十来岁也离婚了 甚至有的夫妻 都有孙子孙女了 因为过不到一起 也离婚了 这些人最后说什么 婚姻就是坟墓 婚姻就是火葬场 那造成这样的结果 是男方的过错 还是女方的过错 都有过错 双方都不怎么样 他们就不知道 婚姻的本质是什么 婚姻生活的本质是什么 婚姻的本质就是互相尽责任 走入现实生活中互相扶持 这凭借的是夫妻双方的人性 最终能幸福地平稳地走到终老 那婚姻生活的本质呢 也是凭借着夫妻双方的人性 才能生活的安心安定幸福 双方都得互相受到最终的本质 到最终才能夫妻双双 携手走到终老 不是走进国度 夫妻双双走进国度 这个不容易 即便不能进入国度 夫妻双方最终能携手到老 这个最起码得需要人有良心 有理智 人性得过关 是不是这样 这样交通 你们对婚姻是更有信心了 还是更没有信心了 还是有正确的态度与观点了 谈不上更有信心 或者更没有信心 是吧 我所说的放下对婚姻的各种幻想 并不是让你放弃或者是拒绝婚姻 而是让你正确地理性地对待这件事 更确切地说 就是根据神的话去思考对待解决这件事 不是让你完全不去想婚姻这件事 没有思想不等于放下 有正确的准确的思想观点 才是真正的放下 那通过这么交通 你们对婚姻的各种幻想 是不是已经放下一部分了 你们是更惧怕婚姻了 还是更渴望婚姻了 这两者其实都不是 不用惧怕 也不用多么渴望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 你说 我想追求真理 想为神花费 现在暂先不考虑婚姻的事 对婚姻这件事 没有任何的打算 所以就想让婚姻这件事 在心里成为空白 让它成为一张白纸 这种观点对不对 不对 现在神给我们交通这方面的真理 是需要我们去装备 也需要我们去明白 去实行的 我们也应该按神说的 看人看事 做人做事 都以神话语为依据 以真理为准则 不管现在有没有考虑结婚 这一方面的真理必须得明白 这样才不至于做错事 这个理解对不对呀 对 现在有没有人说 我们是单身 外邦世界说单身是贵族 那在神家能不能说 我们单身的人都是圣洁的 结婚的人都是污秽的 有没有这么说的 有些已婚人士 对婚姻的认识 始终有一种误区 他们认为 结了婚 就不如没结婚时 思想那么单纯 简单 干净 一结了婚 就变复杂了 尤其结了婚的人 沾染过异性 就不圣洁了 所以在接受神的做工之后 就毅然决然地 告诉自己的另一半 我接受神的做工了 从今天开始 我得追求圣洁 我不能陪你睡觉了 你得自己睡 我得到另一个房间去睡觉 从那以后 他们就分居了 他的另一半 就自己单独睡了 但过日子 还是在一起 这类人追求的是什么 是一种肉体的圣洁 这是不是对婚姻的一种误解呀 这个误解好不好解决 有一些结了婚的人 他们认为沾染了异性 就不圣洁了 言外之意就是 不沾染异性 从婚姻中退出来 解除婚姻 就变得圣洁了 如果这样就圣洁了 那不结婚 岂不是更圣洁吗 在这些偏谬的领受之下 人做出来的一些选择 或者举动 让他的另一半 感觉不解 感觉愤怒 有些不信的丈夫或妻子 就产生了误解 对信仰反感 甚至有些人 还说一些亵渎神的话 你们说 这些追求圣洁的人 这么做对不对 不对 不对在哪儿 首先是思想上出现问题了 他的思想出现了什么问题 首先他对婚姻这件事的看法是偏谬的 其次他对圣洁与污秽的定义 领会是偏谬的 他认为不沾染异性就是圣洁 那什么是污秽 圣洁是不是指没有败坏性情说的 人得着真理了 性情有变化了 就没有败坏性情了 那不沾染异性情 那不沾染异性就没有败坏性情了吗 人的败坏性情是从沾染异性才开始的吗 很显然这么领受是错误的 你结婚沾染异性之后 你的败坏性情不是变严重了 而是与原来一样 你没结婚 没沾染异性 你有没有败坏性情 败坏性情一点也不少 所以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有没有败坏性情 不是根据婚姻状况 不是根据他是否走入婚姻 是否沾染异性来衡量的 那有这种思想做法的人 他们对于婚姻 为什么有这样的误区呢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做法 这个问题是不是该解决 那你们能不能解决呀 一个人只要接触了异性 沾染了异性 就变得污秽了 就变得败坏不堪了 是不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神所命定的男人与女人的结合 那就是一个错误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咱们来解剖 那产生这种看法的根源在哪 人对什么是圣洁 什么是污秽不清楚 那对什么是圣洁 与污秽不清楚的根源是什么 不能纯正领受神的话 不明白真理 不能纯正领受神话的哪方面 婚姻是人在人生中正常该经历的 也是神给人命定的 而人把结了婚 沾染了异性 跟圣不圣洁联系在一起了 其实圣洁是指没有败坏性情说的 跟结不结婚没有关系 就像教堂里的修女 她们不接受神的末世做工 不明白真理 就是一辈子不结婚 也不能说就圣洁了 因为她们的败坏性情没有解决 讲明白这件事了吗 圣洁与污秽的区分 在不在乎结婚与没结婚 不在乎 有很多时政可以证实这件事 比如说 弱智 白痴 精神病 修女 泥姑 和尚都没结婚 这些人圣洁吗 那些弱智 傻子 精神病人 都不具备正常人的理智 他们结不了婚 没人娶 也没人嫁 他们不圣洁 修女 泥姑 和尚 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 都不结婚 这些人同样也不圣洁 不圣洁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污秽 这个污秽指什么 有败坏性情 对了 就是指 有败坏性情 说的 这些没结婚的人 都有败坏性情 都不圣洁 那结了婚的人呢 结了婚的人 在本质上 与他们 有没有区别 在本质上 与他们 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没有区别 指什么说的呢 都是被撒旦 败坏的人 都有败坏性情 对了 都是经过撒旦 败坏 都有败坏性情 不能顺服神 顺服真理 不能走 敬畏神远离恶的道路 不是被神称许的人 也不是蒙拯救的人 都是污秽的 所以 人是圣洁 还是污秽 不能用未婚 或者已婚来衡量 那人为什么对婚姻 产生了这样的误区呢 就认为 结过婚的人 是不圣洁的 是污秽的 这个误区的焦点在哪儿 对婚姻这件事的看法 是偏谬的 是对婚姻与婚姻生活的 看法有偏谬 还是对其他事的看法 有偏谬 能不能说清楚 咱们刚才所说的任何的婚姻 最终都会回归到现实生活 那这个婚姻的生活 是不是人所认为的污秽的来源 不是人所认为的污秽的来源 人思想里所认为的污秽的来源 其实在人的脑海里 心灵深处都知道是什么 就是人的情欲 人的误区在这儿呢 人以已婚与未婚来界定区分 人是圣洁还是污秽 这是错误的领受 是有误区的 这个根源就是人对人的肉体情欲 有错谬的不正确的理解 那这个理解错谬在哪儿呢 人认为人有了情欲 有了婚姻之后 就沾染了异性 沾染了异性之后 就有了所谓的肉体情欲的生活 这样人就污秽了 是不是这么认为的 那咱们就说说 情欲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你只要正确地理解它了 对它有准确的正确的 客观的理解与认识了 你就解开这个污秽 对于圣洁的难题误区了 是不是这么回事 人结了婚之后 都经过了情欲的满足 都释放过情欲肉欲 所以人就认为 咱们结过婚的人 就不圣洁了 污秽了 还是人家单身小姑娘 小伙圣洁 这很显然是一个偏谬的认识 这个偏谬的认识 就来自于 人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情欲 那先来看看 最起初的人类 亚当有没有情欲 神造的人 有思想 有语言 有五官的知觉 同时有自由意志 也有情感的需要 情感的需要指的是什么 就是需要有伴侣陪伴 扶持 有伴侣对话 有伴侣呵护照顾爱护 这是情感的需要 另一方面 人也有情欲 这话的根据是什么呢 就是神造了亚当之后 神说他需要一个伴侣 伴侣只是在生活与情感上的需要 那另一方面的需要呢 神有话说 这话是怎么说的呢 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话的意思很明显 咱们不用说的那么露骨 这话就明白了吧 很显然 神造人类祖先亚当的时候 亚当是有这方面需求的 当然这是个客观的说法 更主要的就是 神造他的时候 他有这个感官 他有这样的生理条件 生理特征 这就是最起初的 神所造的人类的祖先亚当 这个属肉体的第一个人类人类的实际情况 他有语言 有听觉 有视觉 有味觉 同时有感官 有情感需要 还有情欲 有生理需求 当然 当然还有一个自由意志 咱们刚才说过了 这几样东西整体就构成了一个神所造的人类 这是不是现实情况 这是不是现实情况 这是男人的生理结构 那女人呢 神对女人造了不同于男人的生理结构 当然也造了相同于男人的情欲 这话的根据是什么呢 创世纪三章十六节 神说 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这个生产儿女中的儿女是怎么来的 如果作为一个女性 她不具备这样的生理需求 更具体地说 她不具备女性情欲的需求 那她会产生怀胎吗 不会 这是很清晰的一件事 那通过神的这两句话来看 神造的男人与女人 有不同的生理结构 但共同的一方面生理特征是 都有情欲 这是从神做的这些事 还有对人类的丰富的自理行间来证实 神所造的人类具备了生理结构 也具备了生理结构的需求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情欲这个东西 它是肉体的一部分 就像人的任何一种器官一样 比如 人早晨六点吃饭 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所有的食物消化得差不多了 胃也空了 胃就把这个信息传递到大脑 大脑就告诉你 胃空了 该吃饭了 那胃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有点空落落的 不舒服 想吃东西 那想吃东西 这个感觉怎么来的 就是整个神经系统 与你的器官运作代谢的结果 就这么简单 情欲与身体上 任何一个器官的性质 是一样的 任何一个器官都连带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就指挥你的各个器官 好比说鼻子是闻气味的 当你闻到臭味的时候 这个气味进到你的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就会告诉你的大脑 这个味道臭不好闻 就给你这个信息 然后你就马上捂鼻子或者扇风 就有了这样一连串的动作 你看 这一系列的举动 做法 这样的感觉 意识 都是由你身体的某一方面器官 与神经系统所指挥的 好比说 你听到一个特别大的刺耳的声音 你的耳朵收进这样的信息之后 你会感觉难受或者反感 你就会捂住双耳 其实耳朵收进来的 只是一种声音 一种信息 但是通过大脑 它会辨别这个声音 对人有没有好处 如果没什么大的影响 你听一听分辨出来 无所谓就过去了 如果对你的心脏或者身体 会有负面影响 你的大脑就会辨别 然后告诉你 要捂耳朵或者要张大嘴巴 等等这一系列的做法 或者想法都会产生出来 人的情欲也一样 也有相应的器官 相应的器官 会在相应的神经的支配之下 有不同的判断 不同的解读 人的情欲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 这个东西 与人肉体的任何一个器官 是平级的 同等的 只不过 它有它的特殊性 所以 人对它 总会有各种各样 不同的看法 观点 或是不同的想法 那通过咱们这么一交通 你们是不是应该有正确的领受呢 人的情欲不是一个神秘的东西 它是由神造的 从有了人类开始 这个东西就已经存在了 因为它有神的命定 它是从神所造 所以 它不会因着人对它 有各种各样的误解观念 而变成一个反面事物 或者是变成一种污秽的东西 它与人的任何一个感官一样 就存在于人的身体里 如果是在神安排命定的正当的婚姻中 它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人放纵它 或者不正确的使用 那它就是反面事物了 当然 情欲本身不是反面的 只不过利用它的那个人 或者那些想法是反面的 比如 三角恋 淫乱 乱伦 还有强奸 性侵 等等这些 与情欲有关的事 都变成了反面事物 它与人肉体的原始情欲 是没有关系的 肉体的情欲 与肉体的器官一样 它是由神而造的 但是因着人类的邪恶 因着人类的败坏 各种与情欲有关的 邪恶的事情发生了 那它与正当的 正常的情欲 就没有关系了 这就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了 是不是这样 三角恋 婚外情 还有乱伦 性侵 这些都是在败坏人类中间 发生的 一些与情欲有关的 邪恶的事情 这些事情 与正当的情欲 婚姻没有关系 这些是属污秽的 是不正当的 这些不是正面事物 现在是不是看清楚了 通过这么交通 对于已婚人士的 那些偏谬的领受做法 是不是能认识清楚了 能分辨对错了 再遇到初信的人说 我们接受神做工了 我们夫妻俩 用不用分居呀 你怎么说 你就问他 你为啥要分居呀 你俩吵架了 还是有人打呼噜 声音大 导致另一方 睡不着失眠呢 如果有这种情况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可以分居 如果是因为别的原因 没必要 还有的人说了 哎呀 我们夫妻俩在一起生活 快四十年了 这么大岁数了 儿女都那么大了 是不是应该分床睡呀 别在一起住了 让儿女笑话 应该保持晚节 这种说法成不成立 不成立 还保持晚节呢 晚节是个什么东西呀 你早做什么去了 装什么装呢 这类人是不是恶心呢 遇到这类人 就告诉他们 信神没有那些说法 神家也没有那些要求 没有那些规定 这些慢慢你就知道了 你自己愿意怎么过 就怎么过 那是你自己的事 跟信神追求真理没有关系 跟猛拯救也没有关系 这些事不用寻求 你也不用为这事 做出任何的牺牲 这事是不是解决完了 对婚姻中人的情欲 这个问题解决完了 最大的难处解决了 这么交通 你们是不是都清楚了 还觉得情欲 这种东西神秘吗 还觉得情欲 是污秽的 是肮脏的吗 就这件事情而言 它不误会 不肮脏 它是一件正当的事 但如果人玩弄它 那它就不是一件正当的事了 那就另当别乱了 总之 这么交通完之后 对婚姻的各种 现实的 不现实的 那些幻想 是不是都解决了 对婚姻的定义 概念 交通完之后 人思想里 对婚姻的 一些畸形的 偏谬的追求 理想与愿望 基本上 基本上就放下一部分了 剩下的需要人 在现实生活中 在逐步的对号入座 逐步的体验与经历 当然最主要的是 对婚姻这件事本身 人应该有一个正确的领受与观点 这个很重要 不管你将来是打算结婚 还是不结婚 你对婚姻的态度与观点 会影响到你追求真理 所以对这方面的相关神话 一定要仔细地阅读一下 最后达到对婚姻这件事 有正确的观点与认识 最起码符合真理 对这件事交通完之后 人的见识 是不是开阔了 不再那么幼稚 是吧 当你在跟其他人 谈论这件事的时候 人家一看 你岁数不大 对这事有认识 问你 结婚多少年了 你说我还没结婚呢 人说那你怎么认识得 像成年人一样 比成年人认识得 还成熟呢 你说 我明白真理了 而且我明白的 这些真理都有根据 不信 我给你翻翻圣经 你看神造亚当的时候 是什么情况 我说的准不准 最后说的他心服口服 因为你说的都是纯正的认识 领受 一点也不带有人的想象观念 不带有人的任何偏谬的观点 都是合乎真理 符合神话语的 你一定会关闹人的